女人拿起锤子对着自己的脸砸去 接着拿出剪刀剪断自己的长发 然后拿出一瓶染发剂 给自己的头发换了一种颜色 就连眉毛也不放过 她又给自己抽了两斤血 将血液撒在了地板上 再用卫生纸把地上的血迹擦干净 随后又拿出一把木锤粘上自己的血液 再将她放进了壁炉里 以丈夫的名义给自己买下巨额保险 再刷爆她的信用卡 最后打翻查几步置好现场 然后开着车消失的无影无踪 这一切都是为了报复丈夫 女人叫阿珍 她和丈夫阿伟刚结婚不久 但是没多久夫妻俩双双失业在家 本以为丈夫会努力找工作 但是阿伟除了喝酒 就是天天在家打游戏 花钱还大手大脚 阿珍为了让丈夫担起责任 她跟阿伟商量想要一个孩子 没想到阿伟大发脾气 还对阿珍大打出手 而更让阿珍绝望的是 她在街上碰见了阿伟劈腿 于是阿珍便策划了这一切 等阿伟回到家 发现家里一片狼藉 就连阿珍也消失不见 于是阿伟报了警 警方赶到现场后 阿伟被列为了凶杀案嫌疑人 因为警方在柜子上 发现了飞溅的血迹 还有地板上被擦过的痕迹 警方还查到了阿伟 给妻子买的巨额保险 还有他因为购买奢侈品 而欠下的大笔账单 阿伟表示自己并不知情 他却不知道 这是阿珍在他醉酒试签下的 因为阿珍是一个有名气的作家 他的失踪引起了广大粉丝的注意 阿伟不得不召开了一场发布会 然而就在发布会现场 一个邻居冲他大喊 你知不知道你的妻子已经怀孕 阿伟目瞪口呆 周围更是一片哗然 阿伟只能逃离了发布会 女人只是想要个孩子 却被丈夫大打出手 将她推倒在地 随后他发现 自己的丈夫早已经出轨 为了让丈夫身败名裂 他拿起锤子对着自己脸砸去 制造被丈夫家暴的假象 他还故意接近小区里的孕妇 融入他们的交际圈 频繁向他们灌输 自己丈夫脾气暴躁 为了制造假怀孕 他将家里的马桶水抽干 请怀孕的邻居到家里做客 不断地给他喝柠檬水 让他在家里上厕所 然后阿珍再将尿液 从马桶里装进杯子 再送到医院尿检 这样医院就留下了 自己怀孕的记录 为这一刻他已经准备了一年 他留下一本日记 里面编造了自己和阿伟的故事 从相爱到暴力乡象 等一切准备好后 他抽取自己的血液 制造了凶案现场 然后开车来到了 无人认识的乡下 每天都收看有关自己的新闻 等待丈夫以谋杀罪入狱 另一边 警方拿出邻居和妻子的合照 还有阿伟被刷爆的信用卡账单 甚至于阿珍保险单受益人 也是阿伟 一切证据都指向阿伟 就是杀人凶手 至此阿伟才明白 这一切都是阿珍精心设计 阿伟请到一名律师 为自己辩护 律师建议先从阿珍的前男友下手 经过调查 原来阿珍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前男友被他污蔑侵犯 到现在还找不到工作 而阿珍在乡下看见媒体的报道 高兴地走路都跳了起来 然而第二天 阿珍不小心将钱包掉在地上 被一对情侣看见 第二天两人就抢走了阿珍全部台阐 没有钱阿珍就被旅馆赶了出来 但是阿珍很快就想到那 他联系上了一个前男友阿强 阿珍装可怜说自己被丈夫家暴 阿强是阿珍的田狗 马上就相信了阿珍的话 他把阿珍带回了自己的大秘书 女人用麻绳将手腕勒出血痕 再用绳子绑在脚上 然后将衣服进入红酒之中 最后女人一脸痛苦地撞向玻璃 在摄像头下 装出一副被侵害的痛苦模样 就在几天前 阿珍骗取阿强的信任 住进了他的大别墅 就在他像往常一样 收看阿伟的新闻时 他看见了阿伟正在节目里唱歌 阿伟祈求阿珍的原谅 还对着阿珍真情告白 阿珍看着阿伟真情流露 他觉得自己丈夫改过自行了 于是阿珍想办法制造一场意外回去了 这天阿强出门时 阿珍故意弄乱他的头发和衣服 等他离开后 他制造了自己被囚禁虐待的假象 等阿强晚上回来时 阿珍主动迎合上去 阿强还以为阿珍接受他了 没想到阿珍趁他不备 一刀送他领了盒饭 第二天等阿伟打开门 阿珍满身鲜血地回到了家 假装昏迷倒入了阿伟的怀里 事后阿珍声称遭到阿强的绑架 直到现在才找机会逃了出来 别墅里的监控也证明了这一点 而且阿强也已经隐恨西北 最后这件事情很快就结案 阿珍也以受害者的模样回归了家庭 尽管所有人都相信他 但是阿伟认定他就是一个杀人犯 他不敢和阿珍睡在一张床上 也不敢离开他 因为他怕被舆论千夫所指 最后这个婚姻名存失望 他像一个牢笼一样紧紧锁住了他们 这个影片告诉我们 如果不爱就不要伤害 夫妻之间要多点包容少一点责备 喜欢影片的请点赞关注 我是金乐 我们下期见